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了解吗 因为艺术家在他创作的过程里面 他为了要去求他追求的那样子的一种 艺术价值的表现 可能他自己本身就要破坏他自己的材料 他可能本身就要去推翻他过去的创作方式 这个是艺术里面求真的历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你要他去做一个防围的动作 其实是不可能的 近乎不可能 还要去假设说年轻的艺术家 大概20岁左右 他就假设他将来到80岁的时候 会成为艺术大师 你可能会拍拍这个年轻人说 你不要再这么狂妄 你还是努力创作好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些在艺术创作里面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说他是一个后设的 后设怎么说呢 就是要有好的艺术行政的人员 有好的艺术的机构 愿意对一个已经在艺术的价值上面 成立的艺术家 我们对他进行追踪 对他进行各种文献的累积扫描记录 那这些东西并不是Bible 最终这些东西不是Bible 他只是让我们刚刚讲具有鉴赏能力的人 跟具有鉴定见识能力的人 当他们要做判断的时候 可以做所谓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参考资料 所以这个动作呢 它是我们在学界 比如说在北米馆来讲 我们也成立 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成立就是全台湾第一个美术馆 会具有所谓的文献资料库 那在这个部分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困难 可是这样子的责任呢 我觉得美术馆呢 应该要有 所以我们正在努力地展开 某一种跟美术馆本身的历史 有关联的一个文献库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刚刚讲到像著名基金会这样的做法 也是很积极的做法 尤其是你要保障某一个你要支持的艺术家 他的这个生涯的记录 那我想大概就是说 在这里面我不希望神秘化这整件事情 好像说林婷你说说的那些事情 让我更加不知道该仰赖什么 去判断真伪 我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 我的本意呢 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 艺术它不是只是一个商品 艺术是艺术家的某一种信念 跟精神性的存在 透过物质 透过技法 而存在的物件 应该这么讲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假如你要想要成为 对真假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知识 或判断基础 其实你只能要求自己 要多认识艺术 多研究 多对于这一些 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那个齐白石 齐白石的东西 为什么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呢 因为它那个基的形状一模一样 形状一模一样 可是呢 它用笔的琐碎度 跟用笔的流畅度 还有笔跟笔之间 保持他们相对关系的 那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那个气势 或者是笔事 其实一看就知道 是假的 可是这样的东西 你怎么能够去 怎么讲 我不晓得法官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接受 某一个老先生 他说 我已经研究了齐白石的东西一辈子了 或者我研究了桌面东西一辈子了 我手一探 我手一摸 我鼻子一闻 我就知道它是真还是假的 我不晓得法官会不会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证明 那当然就刚刚律师也讲了 因为台湾没有这种认证 对于专家的认证制度 有没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愿意出来证明的人 其实法官是否愿意接受 所谓的专业意见 这一点事情 在它的事实基础上 其实是动摇的 它是不稳的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认证制度 去认证这样的专家 最后一点就是有关于说 那谁愿意来当专家 因为这个专家 他负的不是只是学养上的责任 他有的时候负的责任 可能会去动摇 会去主人财路 会去破坏别人的道德 破坏别人建构起来的一种 所谓的道德 就是道德形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想要有更多的专家 愿意来讲真话 其实需要这个社会里面 对专家有一定的尊重的态度 还有一定的保障法则 这样的专家才有可能逐渐的发生 我们好像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是说在场 是不是有朋友们想要分享或是交流的 谢谢 我今天会 我一个老头子 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里 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 因为这次是画廊的活动 然后有这个议题是有点错开的 这个议题是有点比较是拍卖会 或者拍卖协会 来办比较是适合 所以我今天没有进场 先来参加这一天的800块钱的 这个听讲 那我觉得我是受过很多伤 但是也学到东西 其实在台湾就是要受伤你才会学到东西 或者才知道那个登机 那么其实台湾现在的市场 我觉得就拍卖市场 我觉得画廊这个还OK 因为大部分都是近代的 或者刚过市 或者还在的 大部分是在拍卖会 拍卖会台湾的问题非常非常严重 那就是说他用那一句 你本人或代理人要来上手 那不然你举手就是 那刚才听律师在那边分析 那个像我们这种小虾米 你说那个形式很难成立 那么你要用民事 我要找律师 我买的东西也 你说贵也不贵 但是可能是我一个月的薪水也是蛮痛的 所以这种状况下 有没有什么机制可以协助这种 因为现在台湾的拍卖会 因为景气的不好 拍卖会一直出来 然后现在拍卖会已经有点变像 我已经用这个 原泰马维建总经理 他在2009里面对着有一家拍卖公司说 台湾有的拍卖公司就像是金光党 那一句话其实到现在 我是昨天在上网 不知道找什么 我能看到 然后我把它抄下来 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从以前 清朝什么朝应该都是有这种照片的问题 这是人性 但是最近因为经济不景气 像我有说张艺雄 小话 我要丢出来的话 我拍不到我原来买的价钱 可能我那时候买的比较高的时候 那所以现在要长家把比较像样的东西拿出来拍 尤其是比较中间壁 那个你说陈城坡那个谁 那个有人在追捧那不要讲 所以像这种 我们这种小虾米 有没有办法源头 政府有没有办法出力量 包括官长讲的 那个文献系统也可以开放 不然这个源头不去处理 还有在法律上 有没有可能去重罚那些 故意 故意用 用那个你要来先上手 不然就举手就是你的 这句话 那句话其实是本来是在保 就是在 因为专家也有争议 家事者跟是互别 但是那个是 就是本人有时候搞不好 年轻的画东西也忘记了 所以这是 在很小的 那个区块里面 去用那个计划来解释 现在变成被派会拿那一件来故意 你们要看的话 你们要弄清楚的话 你也没上手 你即使专业 你没上手 结果你看突如可能也别骗了 所以这个在法律上跟这个源头的部分 我是建议说有没有可能 不管是官方或者民间的相关团体 有没有办法你建议这个机制 不然这话今天讲一讲也是没有用 那刚才的那个秀里面 什么忠诚 警勋 这些都业者 刚才律师有讲 很多利益是 利益跟被骗的 是两面的 对不对 我刚才把一个林教授 那个佛孝的那个系统 那个林教授 今天即使一个专家 他是真正专家 但是他如果被利益说完的时候 他还是变讲假话 所以这个怎么用 专家可能变成好像我们看医生了 我今天被把一个检查出来 胺炎症 那我可能要找两三家 比较有名的医人 一起来确认 对我们蛮谢谢你的回馈 其实我们接下来应该也是要确定 是说专家跟专家言论的责任 跟权力保护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我们这次还没有讨论到的 也的确真的是很主要的问题 就是拍卖规则 拍卖公司的业务规则 那除了刚才讲的那个 比如说在举手的这个问题 这种规则之外 其实还有就是 我们刚刚林律师跟我们讲的是 六个月之内 你还可以想办法寻求一些管道 去取消那个交易 那可是其实国外的那些 已经都要求他们拍卖公司 是要负责五年 因为其实就我们找上的那些 资料的报告的专业者的工作 你就可以想象 六个月其实有些东西 还不足以取得充分的资料 去判定它的真假 那我们台湾如果说 用一班名师是六个月 拍卖公司只给你十天 你如果买下来是十天的话 所以你要赶快那个 所以也许这部分是不是 律师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 拍卖公司的拍卖规则 上面是说你如果觉得你买到的东西是假的的话 只有十天之内 而且你要拿详细的证明出来 通常呢 在实务上 我们会认为说 如果当事人双方 已经有特别契约的约定的时候 会去尊重这个特别的契约 但是例外就是 如果它是定型化契约 这个是拍卖公司自己单方面的制定的 所有的来投标的 竞标的人 都必须要遵守这个规则 然后它去大幅的缩减了 发现瑕疵的这个时间 譬如说 我们的法律规定是六个月 但是它规定十天 显然不是非常合理 那这个在法律上 你就有可能挑战说 它这个条款的有效性 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个条款到底有没有效 那就需要一个真实的案子去法院 让法官有机会 表示见解才有可能 不然我在这里说了 也不算 就是最后的有权力决定的人 还是法院 所以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案子 可以去法院的话 我想应该是会有一个潜力 好像我们最后还有一个 一位 我今天来这里报告的时候 我就想说完蛋了 我的powerpoint里面 一张图都没有 我就是最没有艺术气质的那一个 那我可以分享一个案 就是我实际的经验 我带领了一个那个 有算是雕塑品方面的争议 那到检查署去的时候 检查官直接讲说 我不是艺术专门 我没看过 你们在雕刻一些什么东西 那你们要不要找人来鉴定啊 然后告诉人或是告诉人这边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找人来鉴定 应该是你国家 你检查署要出钱找鉴定啊 怎么会是我告诉人要出钱呢 所以告诉人就不想鉴定 那被告说要不要鉴定 被告说 我是被告耶 我在法律上是被推定为无罪的 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 所以被告说 我也不要出钱找鉴定人来鉴定 所以那个案子现在就是一个问号 就没有人要鉴定 然后检查官也不知道怎么鉴定 那刚刚这位先生讲的 很好就是说 我们律师跟法官 可能也要加强这方面的素养 但是我可能也必须要 帮我的同事们 或是我的法官同学们说话 就是说因为他们真的很忙 所以呢 其实你要求说 一个法官要去对医疗有了解 他才可以判医疗案件 或者他对劳工案件了解 他才能判 或是说你要求他说 他艺术品他也要会 其实一个法官要处理的案件 非常的多 类型也非常的多 那以我律师的角度来讲 我也要办工程案件 虽然我办制裁的案件比较多 商标啊 著作权什么的 可是我们有的时候 还是会遇到其他的案子 那通常我们在遇到 实际的案子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跟当事人的沟通 其实都是当事人在教我们 你遇到一个艺术品的案子 其实是当事人在教导我们说 那这个是通常要怎么样看啊 所以其实要求说 法官 检察官 律师都必须要有这方面的专业 我想是有点困难啦 因为不可能有人每一项都专业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诉讼制度是需要说 好 我们要有鉴定人 他是非常有专业知识的 譬如说他可能特别守某个朝代 某个艺术家 他才有可能做这个方面的证明 那他来说服法官说 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是真的或是假的 我们诉讼上的制度设计是这样 那像如果说我们林馆长 如果去法院当证人的话 我想应该是100分 法官就会踩信 所以就是这个我先回应这位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